圆池浩渺云腾龙 燕鸟明秋风萨爽 在印度尼西亚加铃班曼省的山口洋市占地9万平方米的水上乐园燕园 正处于完工的阶段 并计划于今年12月份圣诞节前开幕 作为西加铃曼丹省最大规模的水上乐园 燕园以水上泛舟 水上冲浪 水上娱乐 湖居别墅等项目为主 2万平米的人工湖上 金龙从水面月初未为壮观 此湖除了观赏之外 将会成为水上泛舟之处 湖面上还设有亭台楼械等中国古典设施 湖周边环绕着东南亚风情的别墅 人工湖前则是刺激的水上冲浪项目 设有12米宽的大圆湖冲浪池 人工湖右侧有一条15米高的中国长龙蜿蜒蜒而过 让人兴奋的水上乐园项目便以此为设计 到时 宁江顺着水流从龙尾巴一直飘到龙嘴 并从龙嘴跃出到水面 这也是目前整个印尼唯一以龙为设计的水上娱乐项目 长龙的旁边设有度假酒店和钓鱼场 届时可住宿娱乐两不误 山口羊是我们的故乡 我只是有个愿望为故乡做点事 这里的风景优美 四面环山 空气清晰 零污染的气候在这里 是个旅游度假的好地方 我想打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水上乐园 建这个水上乐园以中国风为主 凉亭啊 龙啊 狮子啊 什么都是以中国的风景为主 因为整个西加里曼丹 或者是整个家里曼丹的水上乐园 我们这里算最最齐衔的 西加里曼丹省的游客 都会跑到我们这里来游玩的 有些穷几百公里外的游客 都跑来这里拍婚纱照啊什么 因为这里的风景特别优美 还有我们这个山口羊这个地方是旅游城市 每年都有很多很多节目 就像元宵节啊 春节啊 龙洲节啊 都很多游客来着 有些香港的啊 台湾的啊 另外一个岛屿的游客都会来这里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我们这个旅游区可以说是在山口羊的市区内 从山口羊的中间中央来到这里 只有五公里的路程 会对一般游客来说是很方便的 目前 燕园已成为山口羊市旅游的重点推广项目 虽还未正式对外开放 但每到周末便会有近千名旅游爱好者 请来赏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